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 总台财经节目中心特别策划的 中国汽车风云盛典长春站的直播活动 在一汽红旗创新大厦拉开帷幕 一汽红旗三款车唤新发布 现场还有哪些亮点 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在9月28号的新媒体直播活动中 一汽红旗推出了2022款红旗H5 HS5、HS7三款换新车型 主持人高博走进红旗H5换新空间 通过展区新旧两款红旗H5 为网友揭秘此次换新车的升级和革新 新款红旗H5外观针对前后大灯进行了微调 并增加了全新造型的19英寸轮圈 内饰换用了最新3.0版本的联网功能 在直播中 主持人和嘉宾介绍了换新车型中 增加的感应后备箱等功能 互动抽奖 为观看直播的网友抽取一波波福利 新款的红旗HS5外观变化 在于更精致的前隔山和全新的轮圈造型 新车增加了16红色内饰 而新款红旗HS7变化幅度 相较前两者更大 三款新车都配备了最新联网3.0版本的车机系统 在直播活动中 一汽红旗宣布2021红旗品牌汽车销量即将超越20万辆 并发布了三款换新车的官方指导价格 面对今年全行业芯片供应困难和疫情侵袭等挑战 新红旗在产品换新升级等方面 努力为顾客带来更好的用车和服务体验 红旗今年的销量达到了20万 比去年提前了将近三个月 本次我们三车换新上市 加配加量不加价 充分地体现红旗品牌一切为了用户 一切服务于用户 和一切迁径于用户的理念和宗旨 未来我们红旗品牌还会用更完美的产品 更加极致的服务和更创新的营销 更丰富的汽车生态来为我们的用户带来 他们超越期待的美好生活和美妙的出景